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我们腾讯体育的资深记者 重竞技的资深记者 肖岳梅 大家好 今天我看了比赛之后 感觉特别的激动 因为激动其实是我先说我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这枚金牌拿得很振奋人心 再一点就是这个金牌确实是很是时宜 我们先提一下振奋人心这一块 因为最后一局我知道虽然没有成功 但那个时候你是冲击了一个非常非常 就是一个冲击了一个世界纪录 对对对 那个时候是出于什么考虑啊 一下加了那么多公斤 就是要复仇 复仇啊 对 什么样的仇恨啊 其实也不是说什么样的仇恨 就是我们举重丢了两块金牌 就是最想要的那两个 就是最保险的那两块金牌都丢了 最保险 你觉得是最保险的金牌丢了 对 因为男子举重在前三个级别 56 62 69 这三个级别是 优势级别 对 是优势级别 就是最有希望拿金牌的 是这个是前面 我们丢了两块金牌 然后 然后就会有很多人说 中国男子举重一定不行了 就是 不质疑医生 对对对 就是开始一直质疑我们 然后我最后一把 我就是要证明我们 我们在世界上依然是 最强的 最强的 不仅是金牌 我们还有更强的实力是吧 对对对 你刚才提到就是说 前面有两个很保险的项目 都没有拿到 那你怎么看待 你在你这个项目当中的 这个保险的程度呢 因为你提到这三个项目 都是我们很保险的 但是好像现在大家都一直在提 前两天的这个阴霾 那你怎么看待 你在你这个项目当中的位置 其实就从近两年的世界水平 我的对手都在 就是69公斤级 这个对手的情况都在330 30多都还没到340 虽然我了解 但是前两天的比赛 56 62的 我们也同样了解对手 但是同样的杀出了黑马 那我自己也有在考虑 就是说可能也会撒出 当一次黑马 因为他在这个之前 他没有参加过任何一届市井赛 本来2011年 他是最有希望去参加的 但他又受伤了 所以他那会儿正处于恢复期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参加成 所以他对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来说 他就是一皮黑马 因为他现在最好成绩是全国冠军 小姐 今天我们在看比赛之前 大家因为前两天 像这个吴景彪和张杰 他们都拥有了世界冠军的头衔 所以当时大家的关注度特别特别的高 你今天在现场 你心里看 你在还没开 还没开场之前 你想他今天会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你的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期待 我今天开赛之前 我觉得他340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相对于其他选手来说 他虽然看上去挺沉闷的一个人 不爱那么讲话 但是他很稳重 就你从他平时训练 点点滴滴这件事情能够看得出来 而且其实从他今天每一把都能看出来 我们来下面再回顾一下 今天他的每一把的表现好不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上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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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的 上马 上马 你猜不几秒 你猜不准处 好的 漂亮 好的 好的 抓举 哎呀 刚才这个腰软一样 今天前面抓举就连着成功哈 对 但是今天那个 因为前几个 中国队当中可以说 第一个 我